赛场外很棘手的一些问题 对 好了 主裁判郭宝龙少英响 双方上场的比赛正式打响 头球结尾没有顶远 再顶进去 转身 这是李文君在门前 但是呢 助理裁判已经举棋了 李文君是阅位在先 来看一下 就是在这一瞬间 张卫投球往小进区方向顶 李文君还没有及时的 回到不越位的位置 定格脾气在那 他有的时候不会驱从 或者说我什么时候都给外援 他会有自己的选择传球方式 所以看看今天李文君 能不能也起到这样一个作用 回向官队再打到左边路 阿兰 中距离起一个半高球 给他进区内的检点 张卫庭 中场双方的争夺非常的激烈 再让个内空看 华尔克直接来一条掉门 根本就没有考虑再给自己的同伴送船球 不等预售 马上拥有 好的 这一条协船 张卫庭 再给阿兰 漂亮 阿兰快速起脚 斜射远门柱 球打得非常的精准 上场比赛进行到了 30分钟 维腾关队 在快速反击当中 阿兰把握住机会 再给 分边 两边都没地方分 对方都误以为他要分边 里面 利卡多罗佩斯 没有给身前的王晨超 还想往内线走 传练进区里面 霍尔克转身 进到舍门 2点跟着 结果 利卡多罗佩斯 苦射球技 这是右边的两个人 同时进来到中路 关键是谁呢 霍尔克就 射门质量太高了 再加上呢 里卡多罗佩斯 这次送完了球之后呢 没再像上面这样 停在进区外边 快速跟进 吕文君的那个干扰很关键 中后长 上海上港队 又把球抢断下来 霍尔克中路自己带起来 所有两边 都有人在接应 远射 这是霍尔克最喜欢的进攻方式 是是是 一开始呢 利卡多罗佩斯 还没意识到 霍尔克要干什么 甚至都跑到了 他的行进路线上 往他往前带球的速度 是 而且刚才国安这帮反击 这波反击 没人上来跟 球又丢了 不欢 结果进去里面 混转 霍尔克突失冷箭 打在了门柱上 结果丢了球之后 反倒后场是混乱的 对 我们看 沐一传这个 霍尔克出现了失误 霍尔克抱怨了几句 沐一呢 跟他解释 是这个场地的原因 球跳起来了 霍尔克突失误 反击很好的局外 往内线 船 横传过来 结果 盎伏斯多赢球扫射 推一个进脚 还是注意力很集中 把这球也扑出去了 沐一任意球开起来 到后面 投球 位置完全跑出来 结果啊 李胜龙 飞身冲顶 高了 沐一这个球 弱点太好了 弧线 方向 这 啊 顶在了皮球的下半部 嗯 盖是中场 上海上海又把球断下来了 沐一身前呢 还有勒佩斯 结果他往中间传 看这头 哎呀 球传得好 准确的找到了中路包抄上来的 阿脑托维奇 而阿脑是腾起在空中电射 我们看 结果守卫员侯森反应极快 最后的几角射门呢 也是被封堵 这样的全场比赛结束了